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台股在连续的涨势之下 今天目前最低是在17089点 最高是17194点 个股的部分今天也有一些许的震荡 涨跌不一 唯独就郑老师手上的8054的安国 一直涨一直涨 有没有告诉你一档定输赢 有吧 现在满天都是金条 你要有人带你一档接一档 赶快赚起来 跟上这个投资的节奏 接下来到底怎么做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好的那么台股今天稍微震荡一下 是因为已经涨了12天两个礼拜了 很厉害 从第一档涨上来涨了超过1200点 那今天你看牙股几乎都是跌 韩国日本上海或者是香港股市都跌 台股算说开个小高一度翻黑 但是我们录音的时间大概接近一点 对 那现在也几乎又要翻红了 对 所以台股就说这一波是涨势比别人强 然后跌的又比别人少 而且过关展向几乎把10月 然后9月份的高点17000都突破之后 现在已经直指当初七月底的高点17463 所以其实我的结论就是说 我认为这17463会过 在可能搞不好12月底之前就会过关 因为你去看就是说 昨天台币大幅度升值2.4角 外资就马上就猛买了465亿 这个就是一个热钱的回流 那今天盘中又涨了大概89分 接近一角 所以这个热钱持续回流速度是相当快 因为过去一年多 外资从台股提款的金额是超过一兆 那你知道说只要回补个三四成就好了 就三四千亿 那你现在指数都已经是一万七了 那三四千亿如果说真的回补进来的话 那你认为之前的18619会不会过 其实也差不多就是10%的空间 所以这个要过关这个历史新高 我认为这个都是有机会的 因为明年景气很明显就是复苏 AI的强劲的成长 PC智慧型手机都已经从低档上来 消费性的稍微落后一点 但是库存也调整到最后阶段 电动车的部分还是在持续的做一个成长当中 所以明年有非常的利多可以期待 那加上就是说过去这一两个月 其实国际股市都压缩蛮久了 所以第一世纪的这个年底的年终行情 这边不只是正式展开 而且是超展开 对又急又快的 短短12天 这个一下子就一千两百点 真的 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所以呢农历年前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就说全力的做多 是 就自己的奖金自己赚 真的自己的年终奖金自己赚 大家都知道说不景气不景气 你希望说老板帮你多发一点薪水 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呢 如果说有一个好机会自己多赚一点吧 嗯没错 因为前面已经压缩了好几个月了 那从现在到过年前 你看我们现在11月中嘛 对 到12月中到1月中 然后到1月底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嗯 是 所以呢 还有很多股票可以标啊 嗯 一档接一档 对就是好好把握 好 那当然就说因为短线就是连涨一千多点 虽然说今天蛮多股票在休息 嗯 但你看那个8050的安国 哇 太强了 而且还被处置 他也是一直涨 今天好像是被处置第十天 是 那他要关12天 嗯 所以其实还有礼拜五跟礼拜一要关 礼拜二会出关 是 怎么越关越大 对 但是最近连续五天 连拉了五根的红棒 对 然后今天股价来到73块半 嗯 那当然是创这个波段新高了 是 然后离前年的最高点 两年前的最高点73.7元就差一点点 嗯 只要一月过去的话 哇 那是上面就晴空万里了 哇 万里无云了 是 那这个股价空间就会更大 是 那我们在上上周跟上个礼拜陆续买 大概买在57块半 对 到目前为止已经来到73块多了 已经赚了这个 这个应该是27%以上 嗯 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 我想很快就超过三成了 是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强势 大家还是要了解说 到底年底为什么这样的股票很飙 嗯 那因为呢 他在上个月宣布他花了7亿多 是 并购了一家新核半导体 嗯 那股本只有9.8亿 是 所以他花了占股本73%这么大的金额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代价 嗯 去并购这家公司 所以我就说 你不要小看这些上市公司的老板 嗯 那一个比一个厉害 是 那很会精打细算 嗯 今天如果不是算很清楚说我并购他 我可以带来 非常大的 这个收益的话 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嗯 就像我说3036的文业 是 你看他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股价从七十几块钱涨到150多块 涨了一倍上去 嗯 就是因为他在一个多月以前 他宣布了他花1200亿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并购案 是 他并购了加拿大一家通路商 嗯 并进来之后呢 他就变成全球第三大通路商 嗯 那文业更猛 哦 但是那个杠杆幅度开很大 他股本只有88.6亿 嗯 嗯 他花了1200亿杠杆开了13.5倍 嗯 去做这个并购案 嗯 那他是用融资的方式 所以股本不会有明显的扩大 是 所以说并购进来之后 大家就估算说 哇那EPS可能会成长一倍 嗯 所以股价因此就涨了一倍 嗯 所以同样的故事呢 这个安国也在陆续在上演当中 是 但不一样的是文业 因为他是通路商 那很现实的就是说市场给通路商 这个行业 本益比他一般来说连十倍都不到 因为他们的毛利率很低嘛 可能就是三五趴 营益率可能就一两趴 所以通常毛利率越低的产业哦 就像这种做贸易的通路商哦 是 那他的本益比都不会高 但是呢 这种做IC设计或者更上游的IP股 他们毛利率常都是五成六成七成八成九成 或者一百趴 嗯 那 通常本益比都非常高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 力旺今天也很厉害嘛 涨到2500块嘛 嗯 对 然后本益比今年大概算20块 本益比是125倍 嗯 好高哦 人家是连十倍都不到 他是125倍 对 125 所以呢 IP股他就是说他非常吸引人 就他有非常高的本益比 好 所以安国回到安国为什么这么标 就是因为他并购新核半导体 他是一举跨入ASIC的IP领域 嗯 他成为新进的IP股 未来呢要做的就是ASIC的设计的业务 嗯 所以预计就是说这个并购案会把明年会带进大概 三到五个ASIC的设计的新的案子 估计 获利应该可以达到超过四块钱以上 是 那四块钱可能想说不多 嗯 问题是你要想说 IP股的本益比是四五十倍起跳 嗯 125倍的都有 是 所以四四块钱落成40倍的话是160 对 那我们当初一个多礼拜前买才57.5嘛 对才五块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还还有一百块以上的空间 对 那就以比如说我们手上另外一档 具有科来说 目前的价位217块 今年大概就是赚五块钱 是 所以本益比也是四十几倍 嗯 所以这一组就是本益比就这么高嘛 那金绿科过去这两年其实没有什么赚钱 嗯 但是目前股价也不要到一百九块两百了嘛 是 所以呢相对来说如果安国明年这个并购案是成功的 带来一个ASIC的新的业务的话 嗯 后利可以达到四块钱 那股价空间就很大嘛 嗯 那他跟文业不同的是文业叫通路商 嗯 股价未来空间可能就受限了 因为本益比就是这样子 是 但是安国是跨入IP领域 哇这想象空间就截然不同啊 对 因为本益比是可以四十倍五十倍六十倍七十倍的都有啊 是 所以我说年底其实就是草帽行情嘛 嗯就是要选这种的 对 那你要选是什么 就是说新的题材 新的筹码 嗯 厂都涨得最快 是 然后安国又是IP的题材 哇 这个就是又更好草 是 所以才发现说哇怎么股价明明分盘交易 都不怕被关二十分钟呢 一直飙一直飙 越关越大尾啊 对啊 所以我估计可能 可能搞不好下礼拜关出来之后呢 嗯 加速往上 哇 所以目前我们一定赚超过27%了 嗯 那我相信很快就会 超过三成获利 是 所以前一个礼拜我们是说一档定输赢的活动 对 没错 就是 让大家 打电话来 我们跟你分享 是 我们正在布局的这些 有机会一档定输赢的好股票 对 通关密语就是我要赢 对那先分享给大家 其实第一档就是安国嘛 是 第二档就是金利克 真的 所以真的党党都是大标 对 所以就是除了恭喜我们的会员大赚之外 是 也恭喜你有听我们节目把握机会 不管是来电 对 或者是你在我的line上面留言 对 那如果说你有就是跟到 这两档股票的这个行情 都大赚啊 对那我相信 年终的奖金 是 我们已经先赚到 已经先把加菜金赚进来了 没错 哈哈哈 老师的line其实也是免费收费的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哎 现在就可以动动手指头 赶快把line加入 我们line的ID是小老鼠 stockmaster s t o c k m a s t e r 这是免费加入的 大家都可以加入的不收费 就像我们的yt搜寻股市达人 或是我们的fb的粉丝专业股市达人一样 通通通都是免费资讯哦 这些资讯都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赶紧把它加入 对那盘中11点左右 就会在我的line或者fb的粉丝页上 对我最新的当天解盘的文章嘛 就真的就像Amy说的 就是免费没有在收费的 对 所以大家就是你可以多多加入 对好好利用 参考我盘中的一些即时的看法 是 我相信对大家在股票操作上判断 一定会很有帮助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加入 而且很多活动 你也是要透过这两个平台 对 或者是你要来电 你才能参加那些活动嘛 没错 所以就是大家加入之后呢 我想对大家操作上一定有帮助 是 好 那又回到股票部分 那刚提到的我们 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两个股票 一港是安国另外党就金利科嘛 嗯 那金利科这波从120块一口气喷到193.5元 是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大喷 那今天是稍微在高档量缩休息 高档稍微震啊 拉上去又掉下去 又拉回到平盘附近 那做一个非常强势的整理 是 那其实量缩也不错啦 因为最近涨很凶嘛 是 再涨就又要被关了 没关系 先不要被关 就这IP这一组就是认证的标股 对 安国被关 M31被关 是 具有科被关 对 金利科再标可能也会被关 所以稍微量数个几天 可能可以规避一下 我觉得也不错 那以借据来说 昨天还是持续在回补当中 空单这一波回补了超过2000张 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多单的买进嘛 是 那加上进多单的买进 其实这个从8月份以来可能从低档这个多单买了好几千张上来 那所有的均线 年线 半年线 季线 月线 十字线 五字线 全部上弯 嗯 技术面 强力翻多 从8面呢 低档 这个回补了好几千张 所以这个都是强力偏多的讯号 是 所以我就说从技术线看来说的话 190到220压力区 现在 正在尝试的化解 相关的套牢的筹码 如果可以站的稳继续突破的话 就技术线型上来看的话 后面压力就在三字头 因为前面从三字头跌下来的过程 那很多是无量下跌 所以中间是空的 所以只要这边你可以把它换手过去的话 三字头是有机会的 就技术面跟从外面角度来说是这样子 所以可以照技物面操作啊 如果可以突破再往上的话 那可能又一大段 是 那当然我就说 从外面技物面的翻多 其实是不是暗示说股东会 当初提到的新的产品的开发的进度 已经在收尾阶段 因为前面已经遞延了一年多 大家其实对它都颇有为止 是 但股价也确实也因此跌了一年多嘛 跌升就是最大力多 是 基尔面低延那么久 其实旌旗低也是最大力多 所以IP股嘛 就是说只要有一丁点力多一浮现 好那 新的案子一千进来 一 piece可能就是可能 八块五块七块起跳 嗯 那乘以二十四十倍五十倍的本应比的话 其实股价空间就会很大 对都不得了 所以我认为股价拉上来 你先用技术面做操作 好 但是股价的强势 暗示我们说可能好消息就快要实现 是 所以这部分我还是持续的 乐观的一个技术面的向上操作 嗯 那也恭喜上周是146买进的 到今天最多 这两天最多就赚了32% 对 超过三成了 所以我就说嘛 三个三成就是一倍 对 金融科已经三成了 是 看起来安国应该也可以顺利超过三成 对没错 所以年底前只要抓到几档 三档这种机会的话 是 那就是翻倍啊 哇 所以我就说年底的奖金 大家自己来吧 对自己赚 你不会的 郑老师协助你一起赚 对 现在就要积极动起来 所以节目后的咨询专业很重要 赶快打进来跟上来吧 好 那另外IP股具有科今天也很厉害 嗯 这算说关20分钟 是 8227具有科 对那好像啊 今天是第九天嘛 是 明天再关一天 礼拜一出关 那今天还是一样小涨到217 是 那就是分盘交易的过程 其实都是慢慢墊高了 其实他技术线上 前天一根红棒 已经做一个三角收敛的突破 嗯 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分盘交易结束量放出来 那个230高点 应该很容易就会突破了 是 那一来就说 手上7奈米案子明年贡献很大 嗯 然后呢据我了解 还会有恰然中心的新的7奈米的案子 也会陆续进来 是 然后明年台积电 会帮他帮他带来很多12奈米16奈米的新的案子 嗯 这个就是我说的过去台电这些案子都是交由创意跟世新为主 嗯 案跟世新现在能力不够了 因为先进制成要用到大部分的人力 嗯 所以呢成熟制成他做不太来 嗯 所以呢很多订单会拉具有科技来承接这一块的客户 嗯 所以我就说他就是三年前的创意跟世新 股价三年前他们两个150 对 涨到2000块跟3400 对 那我不敢说具有科会涨这么多 嗯 但是他的位置就三年前的创意跟世新 嗯 那个成长轨迹我估计会非常的雷同 所以未来这三年我相信他也会有非常大的爆发力 哇 所以这个我也乐观看待 是 下个礼拜出关后的一个补涨的行情 嗯 所以我还是要说就是说世新的部分 这次可以涨到三天是成就台股新的股王 是 股王他不是个别因素啊 嗯 他常常都是一个产业 他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 成为市场上最赚钱的主流产业 嗯 才会成就当初PC产业的华硕 广达涨到九百多块 是 然后成就当初的宏达电一千多块 然后大力光六千块 对 那时候是智慧性手机的一个 嗯 全盛时期 辉煌的岁月 嗯 现在就是ASIC的这个IP的相关产业 蓬勃的发展 是 所以才会有三千多块的世新 两千多块的力望 对 一千多块的创意 是 接近一千块的M3E 以及一堆好几百块的IP股 是 所以呢 这一组 我认为明年会是台股非常重要的主流 嗯 那 以MM3E来说 对 今天被关二十分钟第二天 是 昨天被关第一天 一度打下去尾盘拉起来还翻红 对 很厉害啊 真的押不住它 就那么贵的股票 对 每买一张都要去存现金 对 九十几万 都还可以翻红哦 虽然说今天还是又拉回大概3% 是 但是反正分盘教育前几天 你就是忍耐一下吧 嗯嗯嗯 趋势不变 那还是要往上 嗯嗯 因为力旺今天我刚提到涨到2500了 嗯 光是从第四季 M3E的入账的旺季可能就带动 营收成长三四成 获利可能上下六块钱 就会比力旺多了 嗯嗯 那明年呢 它的成长性也会比力旺强 大概上下25块钱的获利 嗯 所以成长的力道跟EPS都高于力旺 但力旺现在2500嘛 对 它只有950块钱左右 差一千多 一千五百五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它可以上涨的空间 哇 这么多 所以分盘交易我也没办法 嗯嗯 就这个制度如此哦 嗯 遇到了其实你就忍耐一下 是 反正你看忍到最后 具有科也快过高了嘛 对 安国是一直创新高嘛 真的 全部赚的都是你的了 所以会涨的终究会涨 嗯 那这是国家认证的标股 是 所以分盘交易就忍耐一下 那除了这些以外 如果说这一波你没有跟到 精益科跟安国的非涨行情 哇 可惜啦 那再来持续布局的 还有包含IE设计的新的金铭股 轴承的金铭股 高速传输的标股 记忆体的全新的金铭股等等 这些题材都是未来年底的 很好题材 蓄势待发送 我刚节目前就讲了 现在就是满天都是金条 对 要抓 有没有半条 要看你的本事 跟着郑老师就对了 每一条都抓得住啊 要大赚一波年终奖金的 欢迎大家赶快跟上 赶快跟上来 怎么跟上来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次的留言 988的活动 加你的联络电话 来电或者赖留言都可以 一律988XX 带你操作到明年年底 总共接近14个月的时间 最后10个名额 才是好好把握机会 有听到重点吗 老师说最后10个名额 这10个名额你务必要来把握 整整可以操作14个月 也就是说你现在即刻打电话 现在即刻就带你来赚钱咯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股市达人 真雷宗老师 谢谢米达 拜拜 听众朋友如果昨天你没有 抢到名额的话 今天开放最后的机会 硬听众朋友的要求 最后开放10个名额 打电话请来留言988 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让我们找得到你 一律用98800 操作到明年底 而且从现在就开始带你 赚钱打电话进来咨询 最后的10个名额 02-2362-8000 02-2362-8000 旁琴来的实在是又急又快 要把握好标股 趁现在 现在电话打进来 就可以马上来上车 先把握赚钱的机会 今天打电话进来 通关密语988 或在郑老师的line留言988 你就可以有机会跟上来 一律98800 操作到明年底14个月 最后10个名额 打电话进来咨询 02-2362-8000 02-2362-8000 02-2362-8000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仲